30岁挖才小仙女一不避体惨死皆当 隐私部位更是被利器捅刺皮开肉绽 看样子其在将死之时曾遭受过非人的折磨 在女士不远处竟然还躺着另一具男性尸体 而且下半身同样是一不避体 不同的是男子的伸直器竟然被人活生生剁掉 男性尸体的骨子 外骨和尾骨 有时拖着脚坏的部位 女性尸体当时传作是一件黑色的演艺群 没有传作委属 群职是很妙气的状态 结合车内脱掉的凉海 以及清凉的黑色蕾丝火炮来看 两位死者生前或正经历一场激烈的战斗 那么究竟是谁会在情侣激战之时 突然跳出来残忍的行凶呢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世界 时间2018年9月1日 地点四川将有 晚上11点半 78岁小伙陈大爷像往常一样在路上寻报 突然 陈大爷发现不远处有三个人正在切磋武艺 赶紧迈着老韩腿顺移到现场 然而 刚走进看清局势的陈大爷瞬间就年轻了80岁 此时 其中一名参战人员已经撤离 现场只留下了一男一女倒在血泊之中 男子身下鲜血直涌 上头的血腥味陡然向空气中弥漫开来 而女子则躺在不远处的绿化袋里 陈大爷哪里见过这种大场面 哆嗦的在湿哒哒的裤袋里掏出波罗手机报了警 民警立即启动乌尔乌尔乌 闪现抵达案发现场 此时周边喜欢半夜溜达的吃瓜群众早已就位 据先期抵达案发现场的120急救医生确认 死者为一男一女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警方随后赶到法医初步确定了两名死者年龄均在三十至四十之间 另外技术人员还发现了一些不太寻常之处 随后赶到案发现场的法医进行初步检查 两名死者身中四十余刀 女死者下体更被捅成了马蜂窝 连野被划得皮开肉绽 显然凶手极为凶残 而现场除了两团湿答答的卫生纸外 没有任何能证明两人身份的物品 那么死者究竟是谁呢 他们又到底得罪了谁 据围观吃瓜群众说 当时三人的战斗非常激烈 所以大家都只敢远观不敢近看 并没有看清楚凶手面貌 而距离最近的陈大爷则说 自己本来是有机会看清楚凶手的 不过却被凶手无情地阻拦了 原来陈大爷看到凶手 开了一辆红色雪佛来小车 作为热心群众 自然有责任义务记住车辆牌照 遗憾的是失败了 据大爷说 行凶男子年约三十岁 听口音应该是本地人 得知这个消息 警方立刻安排对沿途监控即行排查 很快 警方根据热心吃瓜群众提供的一条重要线索 在距离现场三百米处 找到了一辆还没熄火的白色越野车 民警打开车门 顿时心中又是一条 只见车内到处都是血迹 可是并没有发现任何伤者或死者 随后民警又在车内发现了一双高跟鞋 一条女士火炮 以及一双男士运动鞋 民警据此大致判断 惨死街头的一男一女很有可能就是在这辆车内激烈的运动时被人突然袭击导致的死亡 而车辆当时很可能处于未熄火的状态 所以自动驾驶到了这个位置 民警从车内遗留物品也快速锁定了死者身份 分别是四十岁的丁春秋以及三十一岁的狗秋水 二人都是将有本地人 与此同时民警也找到了从现场离开的红色雪佛兰 并初步确定了犯罪嫌疑人 文雅子 男三十七岁也是将有本地人 而他同时还有另一个身份 死者狗秋水的亲身丈夫 据此民警对案情有了大致判断 于是再次启动乌尔乌尔乌 一个闪现抵达文雅子家展开抓捕行动 此时文雅子身着一条红色小火炮 但面对民警的现场询问却是淡定一场 不过身经百战的民警怎么可能会被他这点小伎俩蒙骗 在其身上找到多处搏斗士留下的伤痕 并很快便在他家中搜出了刚被洗过的衣服和鞋子 对此文雅子狡辩说自己是个爱干净的小伙 每天晚上回家后都会洗衣服 这让民警都不得不佩服他的脑洞 而对于今晚他的穿着 文雅子又妄图以乱点冤央谱的方式蒙混过关 只是他那些小心思早就被民警一眼看穿 随后民警还对文雅子的车子进行了细致搜查 并惊喜地发现这辆车装有行车记录仪 不过经过检查后民警才知道文雅子不仅爱干净 还很勤俭节约 这记录仪已经严重老化 只能选择性间歇性的工作 而且每次录制时间只有十几秒 不过还真就是拉翔撞进狗嘴里 敢巧就录下了文雅子行凶的画面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观看下集